Sous-titrage Société Radio-Canada 你好 我來做公讀生的啦 這裡比較土器 剝植子 這是在收拾什麼 這是收拾 你要贏嗎 不啦 要用這個 小時候都用這個 對啊 這樣 他這個要的蚵 蚵就是蚊蟲 你把它拔在這裡 蚊蟲把它拔在這裡 他就拔了 這樣 你說拔什麼那麼多 拔那個毒菌嗎 不是 蝗蟲 蝗蟲 草蟲 他要來吃這個嗎 這是你要吃什麼 鮑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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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吃到這裡 對啊 他現在你把蚵蟲來做 好 這個就是 補薯器 土就漸漸小了 鑽進去 但是這沾就差不多都鑽 鑽這樣 炒的土壺 炒的剛才吻土壺 他現在去走 他走這裡就問過 對 補薯器 剛才我們有說過 補薯器 補薯器 現在補薯器 我們要來 要來 由那個 先從這裡開始 對 對 由補薯器 補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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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現在 我們比較方便 對 不要人家說 古早就不太想好 就想到這樣 有 有 做到什麼 困難的地方 就是要克服 對 這樣慢慢就想出來 我差不多要看有 差不多要看有 對 差不多 這個要修的就用刀子稍微把它稍微 喔 讚 哇 這兩扇 這兩扇炒一下太多 這樣弄齁 是這個分到一邊都這樣弄齁 這個在這邊 另外這邊喔 在這邊 喔 這樣喔 好 這樣也漂亮齁 這樣還合起來 這裡還有一支 這裡還有一支在中間 這樣這樣 對 對 瓶子要修 這要修 修好 修好 靈活這樣 那個是在 這個站的 這找比較薄的 會靈活這樣 好 好 找一個比較薄的 都是小小這樣 你把它放來 老鼠在走有固定一條路 你才知道 他們抓老鼠的就是要 喔 他們還可以抓老鼠 還可以判斷 這個老鼠在走的路 是大隻還是小隻的 我這把頭 頭髒髒把它插來 這樣 在路面 現在老鼠從這裡走過 要站 馬卡道族原本定居在打狗 及附近的山丘上 十六十七世紀時 族人經常受到明朝 和日本海盜的侵擾 他們慢慢遷徙到內山 及阿虎 而打狗的平補族語意 就是指竹林 族人過去習慣種植竹林來當圍林 用來擋風兼防禦外景的入侵 但是卻有一隻住在小琉球的馬卡道族 因為敵不過荷蘭人的數次討伐 全部慘遭殲滅 荷蘭人在台灣 封打那麼多原住民部落 從來沒有把人家滅走 為什麼對小琉球的態度是這個樣子 這藍車城日記裡面 其實已經有很清楚的記載 它發動了幾次攻打小琉球的行動 它也是姦妹的行動 1636年4月18號 安平港台江內海綿綿陰雨 荷蘭駐台長官漢斯普特曼斯下令 兩百多名河兵帶著槍炮彈藥 和前來支援的希拉雅人列隊登船 伯木時刻出發小琉球 展開一場策劃已久的報復滅祖行動 當然它也找了很多 譬如說現在臨邊 就是飲料放鎖 射著大家一起來 對 然後也找了希拉雅這邊的過去 小琉球那邊的人可能搞不清楚 可能人來幹什麼 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 因為沒有人會對這麼小的島 跨動這麼多的部隊來找他們麻煩 所以他們的反應其實也很激烈 火槍 火炮 連續的猛烈攻擊 荷蘭部隊誓言要血洗拉美島 究竟是什麼樣的深仇搭 能讓荷蘭人這樣殺很野 難道起因真的是1624年的那一場 沒有辦法從記憶中抹滅的傳難嗎 有一次有一艘 河南的船 榮客船就是金絲號 就是喇妹 喇妹 這河南語就是喇妹 當時一艘河南船金絲號 載著滿滿的貴重物資 從銅湖前往福建貿易 返航途中卻銷聲匿跡 那個金絲號碰到颱風 碰到颱風就剛好在 剛好它附近就是小琉球島 就在小琉球島 就是在那邊停嘛 停了以後呢 就有三十幾個就下船 船沿在那裡起水以後 大概雙方語言是不通的 所以溝通不良 所以上去的人 就被人數比較多的小琉球 當地的拉美人給殺掉了 而且而傳說那些人都被吃掉了 就因為這個事件 荷蘭人心裡有個疙瘩 同胞被殺 船上物資與金銀也被掠奪 仇恨的種子深埋荷蘭人的心底 後來荷蘭人有講說 他們就在小琉球有看到鋼龜 你知道這都是聖者的語言 因為荷蘭人覺得說 如果不出書那種暴霧 會讓各種部落有點誇張說 那荷蘭人沒有什麼 所以他們一定要做一個 承法性的行動 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亨德里克名言 必須要嚴懲並鎮除 金絲島上的住民 作為殺害我方人員的教訓 1633年發動第一次的偵討 但強樓難壓地頭蛇 荷蘭人去打小琉球不是一次 第一次是失敗的 第二次才根據第一次的教訓 知道說他們小琉球的人 是躲到洞穴裡面 荷蘭軍隊吸取第一次的失敗經驗 這回突襲有備而來 部隊兵分兩路全島獵殺 一支部隊在荊棘重生的樹林間 雙方伯伯拼鬥 另一支部隊 朝距離部落不到半公里的烏鬼洞 燒煙放火 那個煙順轟就進去了 他是用這樣的辦法 你不出來嗎 我怎麼辦 我就要逼你出來啊 我們的記者前進小琉球烏鬼洞 狹小的洞穴還得彎著腰駝背前行 洞穴的深度彎彎繞繞長達0.8公里 超過500名手無寸鐵的小琉球人 就擠在洞裡驚恐地求生 偏偏烏鬼洞這個洞 雖然透氣 但是透氣的孔很窄 所以淹進去以後就在裡面 洞穴中傳來陣陣的尖叫與哭喊 小琉球人頑強的南島性格 依舊奮勇抵抗 少數不耐自熱高溫的老弱婦孺 投降求生 但洞穴裡頭經過八天的清角 已經陷入一片死跡 這些陸陸續續跑出來的人 大概有兩百多個人 出來以後荷蘭的人進去檢查 又發現裡面大概也有兩三百個屍體 這個時候才知道 在裡面的是老弱婦孺 烏鬼洞造浴煙使得那些人傷亡那麼大 這個是不是有點真的是太過不知基督教 應該有 對 對 翻開熱藍車城日記 荷蘭人稱這一次的行動 是靠著公正的神力 嚴懲魯莽顧的異教徒 滅族行動 讓島上上千名的居民慘遭殺害 它是一個大的社 一千多個人的大社 就完全消失的過程 那就這麼一個小的事件 然後恰好碰到荷蘭東印度公司 為了治理台灣的原住民 為了統治台灣的原住民 所採取的手段下的一個非常大的犧牲品 倖存的小琉球人與家鄉決別 成了公司的財產 有的被賣到了新港社當家奴 有的被載往往港幫公司搬磚蓋商館 有的被賣到了巴達維亞成為苦役 為了貫徹滅族行動 荷蘭人多次發動淨空清零計畫 派出漢人地毯式的掃蕩 只要抓到一個族人 賞金比租下一年小琉球的土地還要多 荷蘭人的心裡面不曉得怎麼想的 非要把小琉球人整個剿滅不可 那時候轉正之後沒有勾結 一直非常好好的回到巴達維亞 這個事件最後因為牧師 尤柳師回到荷蘭之後報告這個事情 說太殘忍了 才使得東印度公司悔悟 小琉球的滅族悲歌 直到1645年才正式結束 然而多年來 家毀、人亡、土地喪失 慘絕人寰的小琉球屠殺死 讓昔日的烏鬼洞 一度而傳有黑鬼作祟 如今透過文獻 小琉球人存在這塊土地上的記憶 才重新被拼湊還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